大家好,欢迎回到微信公众号GS全面开发实战的课堂 那么今天这个呢,我们继续介绍微信公众号调试开发工具的第三个 那么这个是一个外部开发的工具 那么这个工具呢,坦白说它是一个就是基于那个谷歌乱气的内核 然后封装的一个工具 那么等一会儿大家打开它的界面就下载之后按照它的界面就知道了 那么用这个工具的话可以调,就是在你的这个PC上直接调试这个微信内核网页的一些 比如说是GS API,然后就各种SDK全线的问题 然后还有这个进行谷歌乱气类似的那种调试 然后比如说代码断点等等 那么这个内容呢,包括两点 一个是这个微信外部开发者工具的安装和配置 另外又是它的功能简介 好,那么接下来就进入实际演示的阶段 那么要拿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的一个外部开发者工具呢 我们需要这个登录到这个微信公众平台的后台 然后呢,在这个开发者工具里面 就是开发下面有一个开发者工具 然后这儿有一项外部开发者工具 那么点击进入 那么就可以就直接打开这个外部开发者工具专门的这个页面 那么这个页面呢,它这里面就大家注意看到这儿有一个功能介绍 有一个开发者微信号 那么功能介绍呢 就是说外部开发者工具是干嘛用的 它是微信公众平台为开发者提供的这个 用于帮助开发基于微信的网页或者外外部 它是一个桌面的应用 可以通过模型模拟微信客户端的表现 使开发者可以在这个用这个工具在很方便的在PC和Mac上 进行开发和调试 那么它的这个详细的文档呢 可以点开这个链接 那么我们点开它 那么这里面能看到这个它的这个下载地址 好 那么我们在这个下载这里面 这里面直接点这个下载地址 那么可以对应的下到windows64位32位和Mac下的版本 那么为了节省时间呢 在课程的开头 我已经在本地下了 就是在Mac下面下载了这个微信的外部开发工具的0.7.0版本 那么这个是这个是这门课程录制的时候的最新的版本0.7.0 然后把它安装到这个我们的应用里面 安装到我们的applications目录下面 那么安装的方式在这里面就不跟大家介绍了 那么你打开这个微信外部开发者工具之后 你是很容易看到这里面这个界面就是一个移动的浏览器 那么点这的话能看到什么发送给好友这些内容 那么刚才一进来是它是有一个登录的界面 那么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那么我们接下来会介绍 那么再回到这个外部开发者工具的这个下面 第二点就是它在这个第二块这里开发者微信号 那么这个是相当于是你需要 对于你每一个微信公众账号 你需要绑定这个 几个开发者的账号 那么最多可以绑定同一个微信公众账号 最多可以绑定10个 那么比如说这个绑定的流程是什么样子的 在 稍等一下 那么在这个地方 就是说需要我们在这 就是直接在这可以绑定开发者微信号 那我们把我个人的微信的直接添加到这里 那么我们它会提示请输入需要绑定的开发者微信号 然后说该微信用户未关注当前公众号 请先关注之后再绑定 那么我们先搜一下这个公众账号 我们打开微信 然后添加公众账号的流程当中也清楚 那么点加后 然后添加朋友搜这个 我们的公众账号叫 JS全站 开发 实战 好 那我们搜到我们的公众账号 然后我们关注它 好 那么关注它之后 把它作为制定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这里重新搜一下我这个个人的号 然后呢 邀请绑定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微信上收到了一条消息 那么我们打开这个消息是公众号开发者微信号绑定邀请 那么我们点开这个消息的内容 然后点统一操作 好 那么我们这个微信号就相当于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外部开发者工具 就是我这个微信号在外部开发者工具上 跟我的这个公众账号已经绑定了 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是说只有完成了这种绑定 就是你的这个微信号关注了这个公众账号 并且在外部开发者工具里面绑定了这种关系 那么你才能这个在你的这个本地的外部开发者工具里面调试 你对应这个公众账号的GSSDK的全 就是它的API还有全线列表等等这些内容 好 那么当然这是完成第一步 就是说绑定 那么接下来还需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我们需要在这个外部开发者工具里面登录 那么登录的话 比较简单 我们就直接用微信的扫一扫 然后扫描这个就是这个外部开发者工具 这我们点登录 然后他就 就是这个外部开发者工具上转发者工具 让说明天的转发者工具没问题